今年到過海軍六千隊的這個九十九路 洋口裡面有一名設定的這個 中衛派中是技術阻塞 今天跟消息北上開去這會 法國的中國法國部長 出國前要是現行路 替他們雜民精神 立委是譬如說 這個國軍應該要改善 國政府官的這個比例 太過激重了 國政邱部長給我的承諾 他說他會給我個真相 但是到現在 無生無息 我一個這麼好 這麼乖巧 這麼孝順的兒子 這個手提銀行生 相片的婦人人 是海軍六千隊救救你 生地中為拜託他們老母 銀行生今年到過 哪親像在營窟裡面的主宰 他總共為高雄獎伯 去讓他開記者會 還說向部長出國情話聲 希望他要說得到 做得到 就要插名真相 給我們家屬 我寧願去兩棲 我也不願再待在那個鬼地方 結果就讓我兒子在那邊 還賣給他們這樣子 寧願致死 沒辦法原諒我自己 還沒有偵察結束手機 沒有辦法換給你 這位老母是好到四年歲 這支營行生是 去讓連中情形跟議員的百領 才會做出結段的選擇 而普遍還沒有 事情發生到達已經百年 要是沒辦法給他一個交代 以為這齣 這位生地拜託是 屬於各方陷準後上海的名單 部隊怎麼沒有積極處理 讓國軍就要改善 心理負責關比的太少問題 十八萬八千元 但是在國軍裡面 具有諮商心理師 社公司相關證照的人 總共是一百五十五人 我們配比算是一比一千兩百一十二 今天是受到長官的霸凌不公壓力 要怎麼樣讓他們能夠 來正常的抒發跟有所表達 任何人命的傷損都是我們的官兵跑則 各級幹部必須要去勇敢的 去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國宏博回應說 對官兵頂傷和受傷害都很危險 要求國際幹部勇敢面對來個問題 甚至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有任何他欺騙到暗藏 記者 中哈報道 感谢观看